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温柔和煦的春风中诗人高顶按捺不住内心的诗情写下了著名的田园诗村居 在诗人生花的妙笔之下江南的大好春光是如此的令人向往 黄英的鸣叫与儿童的笑声相和 低垂的杨柳与生腾的水雾交融 在一片朦胧之中 日光也变得柔和 心情也变得舒畅明朗 真是春色惹人醉 春来了 又到了迎接新生的时刻 一切烦恼都该抛却 一切痛苦也都该淡忘 不要让曾经的苦难悟了今日的美好 不要紧闭心门拒绝春光的怀抱 虽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诗人高顶却选择放下了一切 在满心欢喜中迎接生命的变化 在希望的曙光中感受自然的美好 诗人已去 诗篇永存 早春的美 因这首诗的流传而更加耀眼 当孩童们在语文课本里翻到这首诗 也许会不由自主地望向教室窗外明媚的春光 仿佛诗人的身影依旧存在 或许在那河对岸的杨柳树下 或许在那儿童散学的校门口前 他静静地助力着在时光的漫漫长河中 守着孩子的童真 守着春天的希望 然而 曾历经战乱家破人亡的诗人高顶 为何会写下如此美好的诗篇《村居》 他在《村居》一诗中描写早春的风景 又为何会笔风一转写到放学的孩童呢 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语文课里的古诗文 小学二年级第八集 散学归来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村居 我还是先读一下 草长应废二月天 发地阳柳最春烟 儿童散笑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之渊 这里面我们读的实话 有一个字 要注意 就是儿童散学的学 按照我们普通话 这个学字今天读成阳平 第二声了 但是如果读成阳平 第二声在这里面 是不符合进体师的格律的 儿童散学归来 全部是平平平 单调 没有一阳顿措 没有高低起伏 所以这里面这个学 在我们古代 中古时期语言里面 它是一个入圣字 像我的老家 我说的是安庆同城话 那这里面就是用入圣字 去读的 儿童散笑归来早 修 是一个入圣字 一阳顿措 这个字很重要 还有一个字呢 伏低 伏 古代也是一个入圣字 我们今天也读成了阳平 伏低 但是由于这个字啊 不出现在 重要的节奏点 或者是运角上面 所以呢 你读成今天的阳平 也无所谓 我的主张就是灵活 就像吃乐歌一样 当这个野出现在 运角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留 古人诗歌的音律美 你要读成 雅 可是它不出现在 重要的节奏点 或者是运角 野茫茫 这就叫灵活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尽量地保留 古人诗歌的音律之美 那还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 我们读诗的时候 尤其读这首《村居》啊 你要注意它的压运 运角 这首诗的运角呢 压的是仙运 二月天 醉春烟 放止鸢 这个仙运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有一个非常高的 就是舌尾啊 我们发音的时候啊 我们的舌头舌尾非常高 所以仙运给人一种非常坚力 高远 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我们读完这首诗 到最后 放止鸢 这个声调就能够跟风筝飞得很高远 这种意向相匹配 这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 要注意的 那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 我们古典诗词里面有重要的一类 就是写田园 写乡村 文学史上把它归为一类 叫田园诗 比如说《新积极》 有一首诗也叫《村居》 词拍名叫《清平乐》 《清平乐村居》 毛颜低小 西上青青草 醉里无音香魅好 白发谁家温傲 胆儿除斗西东 终儿正着鸡笼 醉惜小儿无赖 西头握拨连棚 你读完了以后 你就感觉到这种乡村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特别是最后那个小儿子 那个无赖 那个调皮捣蛋 淘气的小儿子 他的大哥 二哥都在干活 就他一个人 西头握拨连棚 大家读这个乡村田园诗歌 你会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所有的古典诗歌写 乡村田园生活的 里面经常会出现儿童这个异象 我们这首诗也是这样 儿童散修 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约 新气息的《清平乐村居》里也是 是吧 醉惜小儿无赖 西头握拨连棚 唐朝一个诗人 胡令能 诗歌的题目叫《小儿垂吊》 写那个小孩子 非常机智聪明 蓬头至子学垂轮 厕坐梅台曹应身 路人借问摇招手 怕得鱼精不应人 写得很有情趣 还有以后我们要讲到的 小学语文课本里也有的 清淡圆梅所写的 一个骑着黄牛的牧童 题目叫《所见》 牧童骑黄牛 歌声震灵乐 异欲补名蝉 忽然闭口力 这个小孩子 小牧童非常有意思 他坐在黄牛背上 正唱着歌呢 突然看到树上有一只枝鸟 忽然闭口力 为什么呢 他要补这个蝉 补这个枝鸟 南宋有一个大事人 杨万里 写了很多这种 乡野村居的诗歌 里面经常出现儿童 像大家很熟悉的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去 日常睡起无琴似 闲看儿童捉柳花 等等 所以儿童是一个经典的印象 有不少古代经典诗歌 将孩童作为描摹的主体 细致地描绘出了 他们游戏生活的场景 不论是白居易 池上一诗中 偷彩白莲的小娃 幼女词中 学着大人拜月亮的小女孩 还是村晚中骑在牛背上 信口吹短笛的木童 这些诗歌将孩童们 天真无邪的形象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不禁让人心生欢喜 仿佛也回到了童年时光 体会到童趣童真的美好 也让人暂时抛去了 心中的忧虑和烦恼 陶醉在乡村田园生活的 纯净自然 与朴实无华之中 那为什么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 许多诗人一写到 乡村田园生活 就要写到儿童呢 在村居这首诗的描绘中 早春二月的杨柳 又为何会醉呢 因为儿童啊 天真 活泼 没有很多成人的那种心机啊 天然的 自然的 淳朴啊 就是乡村生活当中的 一个经典的意象 让人读了以后就 赶发你那颗向往 自然的 淳朴的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 《村居》这首诗 前面两句 草长英妃二月天 佛地杨柳醉春烟 很让人陶醉 为什么 所写的是一派美丽的春光 而且春光 具体是二月天 早春二月 对写作有了解的观众应该知道 你要写早春二月 你必须抓住 早春二月的特点 你不能离题 你写的是早春二月 二月天 你写的是什么青草池塘处处挖 那就不对了 那是夏天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世人怎么写 他怎么体现这个二月天的特点 首先 草长英妃 这四个字 意象多美好啊 那其实这四个字 有一个来历 南朝两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 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书信 这篇书信的名字呢 叫《于陈伯之书》 他写这封信呢 是劝详他的朋友陈伯之投降两朝 他为了劝说这个陈伯之啊 他把陈伯之的《故乡江南》啊 写得特别美 说牧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鹰乱飞 我们这里的草长英妃 就来自于这篇文章 那草长英妃 真的是把二月天 早春二月的特点抓住了 大家都知道 二月天的时候 虽然还有一点春寒料鞘 有点冷 但是你看小草 都从土壤里面探出了脑袋 一派心绿 而且黄鹰都在树林当中啊 偏偏起飞 真的是二月天的特点 接下来继续展开 不仅写到草长英妃 而且写到什么 浮堤的杨柳 每年春天的时候 大家只要仔细观察 桃花杏花都没开的时候 甚至还有积雪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杨柳的树枝啊 已经土绿了 唐代杨具园啊 就写早春 他说师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彩黄半未云 早春的特点就是 别人还不在意 还没有觉察到春天到来的时候 你要走在小河的岸边 你会发现 你远远地看去啊 柳树已经土绿了 绿柳彩黄半未云 这里也是伏堤杨柳啊 像人一样 用双手啊 温柔地抚摸着 河堤 已经把杨柳写得 具有一种人的特点 但是还不够鲜明 怎么办 继续写 一个罪字 大家都知道 一用罪 杨柳的人格化的特征 就得到了一种强调 伏堤杨柳醉 怎么醉了 因为春烟而醉 春烟这词太好了 太美了 一下子就给这首诗啊 渲染了一层朦胧美 感觉的文字都好像 有一种气韵的流动 我们古典诗词里 经常用到这个烟 而且经常把烟和柳 放在一起 柳烟 烟柳 温清云有一首 著名的菩萨蛮 其中就有两句名句啊 江上柳如烟 烟飞残月天 柳如烟 多美 那这个烟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它不是我们 看到的浓烟 滚滚的那个浓烟 或者是抽烟那个烟 不是 那就是太没趣味了 这个烟是早春二月的时候 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 特别是在南方 大清早啊 你一起来 你到郊野一看 丛林当中啊 树木之上啊 小草之上啊 都阴韵着薄薄的烟雾 大地苏醒了 所有的事物都 开始在蓬勃地生长啊 阳气生发出来 它阴韵在草木之上 就形成了一种薄薄的烟雾 很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充满升级活力的情况下 阳柳啊 随风摇曳啊 温柔地抚摸着河堤啊 所以叫 福地阳柳最春烟 写得极美 把这一派大好的春光 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 这还不是这首诗歌的重点 只是为后面 儿童的出场 铺垫了一个背景而已 从古至今 诗歌这种文学体材 以其韵律优美 意味深长的特点 深受人们喜爱 当我们疲惫不堪 心力交瘁时 读一首快智人口的小诗 品味其中朝气蓬勃 开阔高远的意境 便觉身心舒畅 仿佛生活中充满了 希望与美好 这便是诗的魔力 一首好诗 不仅朗朗上口 增长我们的人生智慧 更能在我们遇到挫折 深感不安时 抚慰我们的心灵 而《村居》这首诗 也是如此 诗人将田园明媚的春光 栩栩如生地展现在 我们的眼前 就如柳树扶堤般 轻抚着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独来如暮春风 既然朱子辉老师说 描绘早春风光的这两句诗 并不是本诗的重点 那后面出场的儿童散学场景 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心灵感受 在众多的儿童生活场景中 诗人又为何偏偏要写他们放学的场景呢 就像吃乐歌 前面用那么多笔墨写原野的壮阔 天似穷儒笼盖四夜 天苍苍野茫茫 铺垫好了以后 结果是风吹草低 现牛羊 牛羊出来了 在那么一个壮阔的画面上 突然聚焦到牛羊身上 这真的是画龙点睛 神来之笔 这首是同样是这种写法 前面渲染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乡村二月 儿童散修归来早 儿童出现了 大家仔细地体会儿童散学 儿童散学给我们什么感觉 如果你用心去体会 它带给你一种放松 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 你大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这一天你待在家里面 看书 工作 家里面很安静 像我们北京四点半 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 本来很安静的家里 孩子一回来叽叽喳喳的 整个家里就热闹起来 充满生气 生机勃勃 所以儿童散学 归来早 就让刚才的那个美丽的春光啊 盎然的春意啊 更加的生气勃勃 这里的一个枣子也要注意 要细细地去品读 枣是对前面早春二月 一个呼应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从冬至以后 一直到早春二月 白天越来越长 冬天我们都知道 冬至以前呢 有的时候下午 五点左右 天就黑了 但是冬至以后 白天一天一天地变长 那么到了早春二月的时候呢 也许到了六七点天还是亮的 所以这些孩子啊 就赶紧趁着这样的时间 放下书包 所以下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 盲衬 你仔细体会一下 一个方面呢 展现了这些孩子啊 非常的慌忙 急急忙忙的 这样一个形态 另外呢 又显出他们天真活泼 在学校里关了一天 终于放学了 放下书包 也许在学校里面 几个小伙伴就已经商量好了 今天放学以后啊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 所以回到家 放下书包 赶紧忙趁 大家体会一下 把孩子的那种慌忙 匆忙 天真活泼 那种同真同趣 就写出来了 盲衬东风放纸鸢 诗人写到这里啊 这首诗就结束了 他并没有向我们展开 这些儿童 是怎么去放纸鸢的 其实也不用说 给我们读者留下了 丰富的想象空间 那我们脑子里 一定浮现出 这些孩童 奔跑在青草地上 然后风筝啊 在蓝蓝的天空上啊 高高地飞翔 这个想象 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一种情感呢 一个是开阔 开朗 另外呢 就是在这种开朗 高远的意境当中 让你感受到一种 轻松 自由 畅快 这就是这首诗歌 带给我们的 这种情感的感发 由一开始的 春天的美好 明媚的春光 草长英飞 浮堤的洋柳 到活泼天真的海童 以及高高飞翔的风筝 一切都是明媚的 阳光的 充满生机的 充满希望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首诗啊 大家要多读一读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多读一读 会给你带来一种 全新的心灵的感受 就好像自如其人一般 当我们认真读一首诗时 仿佛也能见到 作者本人 诗人的思想品性 人生经历 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 悄悄地渗入 他们的作品之中 因而对于读者来说 读一首诗 便仿佛是在 与诗人对话 即使是隔着 千百年的漫长时光 也无法阻碍我们 与诗人的思想交流 灵魂沟通 当我们翻看 诗人的平生经历 在回过头来 品读他们的诗作时 便有如波云渐日 那字里行间的谜团 自是不言而喻 让我们对诗歌 又有了更深层次的 理解与感受 对人生道理 也有了更加透彻的领悟 村居一诗的作者高鼎 能将田园风光 写得如此美好 那他的生活 也会像诗里面 一样美好吗 这位很少出现在 小学语文课本里的 陌生诗人 又有着怎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呢 那这样一首美好的诗歌 我们应该想一想 写这首诗的高顶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就是读其书 想见其为人 我们读完了 这首村居 这首诗写得这么美好 那写这首诗的高顶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虽然这首诗 在我们的小学教材里啊 已经好多年了 但是对高顶这个人呢 很陌生 我查阅一些资料 特别是 现在编的一些古诗学 小学的古诗学 都提到这首诗 对高顶的介绍啊 千篇一律 只是谈到这个高顶啊 他是人和人 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 然后他有两个字 一个字呢叫向一 一个字叫卓吾 另外呢 大致提到他 是生活在咸丰年间 前后的清朝末年的人 其他的就没有更多的 详细的介绍了 后来我查阅资料的过程当中啊 看到了中华读书报 有一篇文章 就对高顶 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证 这样呢 通过读这篇文章 我才了解到 比较清晰地了解到 高顶的生平 他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高顶呢 他留下了一本著作 叫卓吾诗文稿 就是以他的字来命名的 他字卓吾嘛 所以他的诗文稿 叫卓吾诗文稿 是由他的朋友 在高顶死了以后编撰的 而且在这本书的卷手 有高顶 他的朋友李归 写的一篇 关于高顶生平的一个记录 叫形状 形状啊 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 你的亲朋好友啊 你的学生啊等等 会给你的生平 做一个评述 这个卓吾诗文稿的卷手 就有一篇 李归写的这个形状 在李归所写的 这个形状里面呢 详细地交代了 高顶的生平 高顶呢 是生于 道光八年 公元1828年 是光绪六年 也就是1880年去世的 一共呢 活的时间不长啊 才52岁 高顶呢 出生在一个 非常贫寒的家庭 家庭境况不是很好 他的父亲叫高坤 刚开始做什么呢 在江苏的镇江 在一个挫务司 就是主管演业的 这样一个部门 做会计 由于身体很不好 后来呢 就回到家中养病 卧床不起的那种状态 母亲呢 姓孙 孙氏 身体也不好 高顶16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21岁的时候呢 母亲又去世了 家里只有一个 比他小9岁的妹妹 跟他相依为命 而且早年的时候 就是高顶在15岁 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机 他就到了一家店铺里面 做学徒 跟人家学做生意 那么这样一个成长的环境 可见高顶早年 并没有得到 非常完整的 良好的教育 但是幸运的是呢 高顶有一个外祖父 叫孙林 这个外祖父啊 颇懂诗文 也是杭州当地 小有名气的一位诗人 高顶在做学徒啊 打工期间呢 一边给家里赚点钱 养家糊口 也经常就跟着外祖父 学点诗文创作 李贵的形状里 就介绍这个高顶啊 说高顶这个人呢 相貌平平 也不怎么善于言谈 而且又高度近视 说他目光路尽 读书目抹纸 读书的时候啊 眼睛离书很近很近 几乎都挨着书了 但是他喜欢写诗 这当然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 据统计啊 高顶一生写了 两千七百多首诗 三十多篇古文 这后来高顶死了以后啊 他的朋友李贵 就从中精选了 一千多首诗 编撰成了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的 就是浊乌诗文稿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首《村居》呢 就是这本书的卷二 在这个村居的题目下面 一共有四首诗 我们读到的这首 是其中的第三首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 在这样一个平寒的家庭里面 一边做学徒 去养家糊口 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 这样一个人 怎么能写出如此美好的诗歌呢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追问 这首《村居》 究竟是高顶在什么样一个人生 境况下写的 据这个李贵的形状介绍啊 高顶一生当中 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十年的时候 1860年 太平军就攻陷了杭州 高顶就逃到了宁波的乡间 通过教书养家糊口 到了第二年 太平军又一次攻陷了杭州 这一次高顶的这个家庭啊 遭受了更大的灾难 他的妻子 他的妹妹 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去世 这对高顶一生 造成了极大的心灵的创伤 对于诗歌的创作来说 诗人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 便有如催化剂一般 生发出数不清的经典诗歌 有些诗句满含着 作者的心酸与血泪 而有些诗句 又是他们乐观精神的写照 承载着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 对于未来的希望 当一位诗人从苦难中走过 便好像凤凰涅槃一般 拥有了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他的创作心境 也会随着生命状态的转变 而不同以往 即使是吃了生活的苦 也会在诗里留下希望的甜 即使是留下了满身伤痕 也会珍惜生命 学会热爱现在的生活 那么在战争中家破人亡 受到如此大心灵创伤的高顶 又为何会写出 村居这首充满生机 朝气蓬勃的田园诗歌 究竟是什么经历 能让它变得如此乐观积极呢 请继续收看语文课里的古诗文 小学二年级第八集 散学归来 卓武诗文稿呢 是根据高顶一生的年代顺序 去编排的 根据他一生的时间顺序 去编排的 村居出现在卷二 据考证呢 通过诗歌年代的分析啊 大概这首诗写于1863年 就是同治二年 也就是他的妻子和妹妹 去世的第三个年头 他在宁波乡间做私塾先生 这个时候写的 根据这本书 村居很可能啊 就是高顶隐居在宁波乡间的时候 教书为生 因为宁波乡间 没有受到战火的侵袭 所以呢 依然是呈现出一片 乡居生活的宁静 所以高顶呢 可能是某一天 私塾放学的时候 孩子们都回家了 他看到这些孩子啊 放学以后 忙趁东风放纸渊啊 激发了他内心 对这种同真同趣的向往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他写了这首诗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个人读了 李规的形状之后啊 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我通过阅读 李规的形状啊 我发现 高顶在42岁那一年 命运发生了一点转折 这一年呢 一个是 娶了宁波一个哑巴女人 叫豹氏 而且后来还生了两个孩子 也是在这一年 他终于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一个叫雀鼠的地方 是掌管过境贸易文书工作 而且月奉四金 工资也不少了 就从此一家过上了 比较安定的生活 我在读这一段材料的时候 我就想啊 也许村居啊 就是写在高顶42岁以后 对吧 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新近呢 也从早年的家庭的痛苦的记忆当中 慢慢的好转 甚至这里面的儿童散学归来早啊 我都认为可能是他的两个孩子 也长大了 有一天从私塾里回来 是吧 所以高顶看到这一幕 儿童散学归来早 一个人呢 从苦难当中 经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对现在的生活 会更加的真爱珍惜 所以我通过这种心理的一种分析 我觉得 也未尝不可能是高顶晚年写的 在这种新近的转变 生活的转变 这种状态下 写的一种 对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真爱 总之吧 这首诗啊 读起来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美丽的 美好的春光 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人性 让我们充满希望 充满生机 充满力量 好 最后呢 我把这首诗吟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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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首诗吟诵一遍